我希望我们湖南旅游 我们很专业能够发展到 照顾那个研究生 我退休以后就有很大的主要感 我们希望就是能给国家 介绍一些这个transportation的这个目的 我的目的是 让湖南人民更多了解自治 同时让自治人民 欢迎电路了解湖南 随着中国开放大潮涌起 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 来到中国这片热土上打拼奋斗和生活 实现自己的思路梦 今年37岁的巴基斯坦人哈茨波就是其中之一 来到中国八年的他 在湖南非洲企业合作中心 注册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 从事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家庭用品建筑材料 新材料等业务 哈茨波告诉记者在湖南创业 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这里不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有很多交流合作机会 还会为刚创业的年轻人提供各类创业指导 作为长沙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平台 哈茨波所录入的湖南非洲企业合作中心 就为各国在中国的优秀青年提供了签证办理 贸易孵化 公司注册 法律咨询 商务考察等 21项保姆级服务 我们知道成长沙是在发展 成长沙的商业政策则比较友善 尤其是外国投资者 我之前加入这种方式 我推荐这些公司 我推荐这些公司 在乡多年 哈茨波习惯了吃辣 也爱上了臭豆腐 辣椒炒肉和小龙虾 还见证了湖南的发展 他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企业来湖南寻求合作 湖南制造也走进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搅拌机等建筑工程机械 在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求较大 而湖南的工程机械很有名 他正打算和一些供应商洽谈 争取经验增加贸易种类 除了在中国淘金 哈茨波也在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建交 70年来坚不可摧的深厚友谊 中国疫情爆发之初 抗疫物资短缺 哈茨波专程回到巴基斯坦采购3000个口罩 因交通原因不能运输 他又找到巴西合作伙伴采购 并专门写加急邮件给物流集团总部 使得口罩提前10天抵达湖南 同时他还把在中国学到的抗疫知识 交给亲和好友 当这个疫情爆发出时 我曾经在中国 哈斯波告诉记者 目前巴基斯坦 已有相当一大部分民众 接种了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 很多巴基斯坦年轻人 都喜欢湘秀和湖南的电视节目 他希望将来中巴双方 可以在文化数字经济等领域 多加强交流 手拉手共同开创未来 很多新年轻人都知道 他们只知道中国和巴基斯坦 是朋友 但他们不知道 甚至在巴基斯坦的新年轻人 所以我认为两个方面